在彰化有一对老夫妻双载呢 骑机车遭到一台货车的撞击 受伤倒地 两名正赶着要去上班的护士 看到之后赶快停下来急救 不管说上班要迟到了 来看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林建文来告诉我们 建文 是的 主观众 车户现场可以看到这对老夫妻 躺在地上伤势严重 救护人员赶紧进行急救 而穿着蓝色衣服的这名护士呢 不停反复做CPR 其实这名护士呢 只是刚好开车经过 看到老夫妻发生了车祸之后 赶紧下车来进行急救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护士口中 不停念着数字哦 反复地做CPR 在男子还没送上单架之前呢 极力地想要挽回他的生命 那么林明穿着蝙蝠的护士 也加入急救的行列 两个人相当热心哦 赶快递男子的妻子呢 进行包扎伤口的动作 那么这两名护士呢 是在台一线涌进路段的时候 看到有一台机车呢 被货车撞击 受伤倒地 那么两个人不顾当时 要赶着去上班哦 赶紧下来替这个男子做CPR 以及对这个妇人 做急救的动作 虽然男子送医之后 还是伤重不治 不过路人看到这两名护士 热心救人的样子呢 都相当地感动 那么现场我们找个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托内之波 好 这是看到呢 护士半路下来救人 行进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 好 谢谢大家